这王安石在神族皇帝的支持之下 开始推行勋法 这苏氏并不反对变法 但是对王安石的有些做法 提了一些不同意见 比如这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 兴办学校来筛选人才 这苏氏就给皇上上奏 提出他不同的看法 他说要想选拔人才 就得了解人 而了解人就得看他的实际能力 我觉得苏氏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因为治理国家的人才 学校是培养不出来的 认真贯彻变法主张 这样的官员对科举考试也筛选不出来 治国理政需要智慧 而智慧书本上是没有的 显然苏氏比王安石看问题 看得更深远 可是这一下子王安石不高兴了 这就埋下了苏氏日后磨难的种子 苏氏和王安石矛盾尖锐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新法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 比如清苗法 所谓清苗法就是清荒不接的时候 政府提供小额贷款 帮助农民度春荒 秋后联本带立归还朝廷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需要 那么地方官员为了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强行参派 这无形中就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所以这个苏氏就上奏没用 提意见不接受 没办法 只好利用他的权利 在给科举考试出题的过程中 对这个王安石进行影射 说王安石独断专行 这王安石大怒 朝廷就把苏氏贬到了杭州当通派